来来呀 你说咱们才能快速在视频平台增长起来呢 你说话也别呕吐吐 增长的事你不得问大字眼吗 你就知所想问能不能活呗 就我说呀 肤欲散其失 必限恶其提赋 你限省省钱 买点好色呗 我刚换的电脑 上常有活动 打二十一则买的 好家活的 你这焚碎性大则爱这则 那电脑拿塑料都是散状寄来的吧 到处来拿五零二线往一块攒对吗 你怎么知道的 我让月老帮我拼的呢 原本的现在底下都不耐搞得像 好好一解线 原本不解线了 进了电脂藏了 寒得出来下棋也不出来了 看我他得有降严精神 他一回引介绍所的 给人攒电路板 那不叫降严 那叫降严 要我说 苏苏鸭 你问问转业人是吧 还是 那不在那直播呢吗 当然选邦义大哥 是否家里另一位老铁 给邦义大哥点点关注 他直播间龙公就俩人啊 今天这是突几直播 没有通知分思 所以就赖了两个人 那要是你正常水平呢 至少三个 漂亮 绝了闷了这呢 不对吧 上次你给我松抱的那回 不好几万年看的吗 对呀 你不还感谢老铁送来的火箭了吗 我一个粉丝叫邦义大哥 另一个粉丝叫老铁送来的火箭 第三个粉丝你才怎么着 找好几万人 我可以串手 你们我数百年来的所有主播经验 好家火的钉子 肚心眼放屁你怎么想的你 哪天有的王你知道吗 丁丁呀 你分享点正经的经验行吗 我马告我了 做不成视频播足就去宣木工 反正得培养出来点兴趣爱好 你们别瞧不起会放屁的臭丑 臭丑不会放屁 等你玩 我做直播确实差点事 但做视频这块用句老话来说 信手念来 吃那就闻 赠券在窝 儿妈厉害 我感觉你正经的鱼 你都不会压了你 包款的视频都是有标志的 要么是蹭热度 要么是玩儿宣念 反正你得让人有兴趣看下去 现在人们最爱看什么 行驴提脏 老物件翻信 急情分道 没有错 就是扭打钉 没有人会拒绝扭打钉的 如果能扭打钉那就太美好了 那么人们最爱听什么呢 眼神绝世 老戏心仓 没想花强 没有错 就是几堂故事 懒得绿的都爱听 顺着那边说都行 而且这些几堂故事最注重的是什么 没有错 就是开头的第一句话 你自己说吧 别问我们了 所以你就一边扭打钉 一边讲故事 故事我都想好了 都是爆款的揉在一起 也搞不了咱抄袭 能行吗 没问题的 今天我被报警阿姨伤了一刻 他招了个笑他八岁的老公 开始说错了一句话 损失了两千万 他曾经也跟身家百亿的老板 一起出差 最穷的时候 招过一个资产过亿的老板 接钱却被拒绝了 于是他想了个办法 三句话让男人给他花了一百八十万 怎么样 是不是特别想听下去 叔叔呀 趁这会儿武警店没关门啊 还是买个豹子去吧 我们下期见了 我们下期见了